包含就是說我們就是把之前那個郵地區號合併的那個VBA程式做一個複習 當然這個地方就是因為我希望查詢的時候會多一個欄位叫縣市 那以後的話如果你們取那個網路資料或者是說從那個外部得到 通常那個資料很多時候是缺一個 等於是不見得一定會有你需要的欄位所以如果你假設你需要某個欄位的話 那你可能就是要自己想辦法把它產生出來 那產生的方式的話當然很多啦 當然最沒有效率的方式就是用土法煉鋼 你可能慢慢比如說郵地區號 那你可能自己再查一下郵地區號 那最笨的方法是可能你看著郵地區號 然後這個郵地區號100然後他是台北市 你就把台北市填過來 如果是這樣來做的話我看你光要把這件事情做完 那就是一個天方夜展 因為Ctrl向下 你會發現他總共有十幾萬筆資料 這個是110年的資料 總共11萬多筆資料 那如果用人工的方式來查的話 可能你查到下班都查不完 所以理論上現在假如說要處理資料的話 第一個你可能一定要會用函數 最常用到的也許類似像什麼VILO函數 所以如果你這個函數我是建議你一定要把它學起來 不然的話以後你光要查資料 用人工的方式你永遠查不完 但是這個函數的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如果要查的話 他會跟你問四個問題 那這四個問題裡面你就分別要填給他需要的資料包含什麼呢 第一個問題是 Lugar value 這個是你要查什麼 我要查這個郵遞區號 所以你把郵遞區號選給他 第二個問題是 那你那個 郵遞區號的對照表 所以Table already指的是那個郵遞區號的對照表 那這個表其實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前兩個禮拜其實都有 講過你要怎麼樣把這個郵遞區號給變出來 而且是要一個正常的表格 那所謂的正正應該是正規化的表格 那個表格一定是要長什麼樣子 一定是要長 就是第一個欄位一定要是郵遞區號 第二個欄位就是縣市 第三個欄位就是行政區 然後一個一個一個分別排列如果不是的話 那很抱歉不能查 OK所以 基本上我們是要符合這個函數他的要求 反正其實這個 Excel其實有些地方就是符合他的規定就好了 所以他有一些規範 反正你把它變出來就OK了 那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那你查我幫你查100 在哪裡 那請問一下你要把第幾欄的資料帶回來 我要把第2欄因為他剛好 查一定是查第1欄 所以微動態度他有個固定規則 查一定是查第1欄 那這個 你要把哪一欄 這個COL是COL的縮寫 COL 所以你看到COL 多半其實指的就是哪一欄 Index 是指的是索引 Lumber是號碼 白話意思是哪一欄 這是第2欄 Range Lookup是說你要不要找接近的 如果100找不到的話 要不要幫你找99 如果不要的話 那你就輸入0 其實0的話就是FORCE 所以在電腦的世界裡面 0的話就是不要 關掉的意思 那1的話是什麼 就是開 所以你如果看開關 有些開關上面會 會是1跟0 有沒有 你只要看到1 1的話就開 0的話就是關 OK所以 以後 大概有個概念 0 0 就是關 所以你這個概念有的話 將來在處理一些 比較 這個開關的問題 其實就比較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半導體在做什麼 其實半導體裡面 就是處理0跟1 開關的問題 可是它一個半導體 不是只有一個開關 它裡面也是幾兆 幾億個開關 有沒有 它控制什麼 哪個要開哪個要關 如果利用開關 其實可以 變化出多少多少 的這個 結果 有沒有 就二的幾次方 所以你會發現為什麼那個半導體 現在這麼熱門 光那個 最近好像那個 張忠摩托 好像那個美國有一個 哪一個 電台 就專訪他 問他一個很尖熱的問題 他說 那個 中共會不會因為 台積電的關係 不來打台灣 這個 那其實印鑑就是說 到底 這個台積電是不是台灣的富國神山 那答案是怎麼樣 你們可以自己去看 應該有看到這個報導吧 還是沒有 有看到這個 基本上啦 當然 半導體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 因為現在你會發現 身邊所有的東西 其實都跟半導體 只要是 比較先進的科技啦 其實都跟 半導體 一定是 脫離不了關 就像你的手機好了 光你的手機裡面就多少個半導體了 如果哪一天 假如沒有這個半導體 沒有晶片的話 那 沒有手機 如果哪一天 我們 都買不到手機了 那當然你的生活會怎麼樣 一定是 我看應該很多人會受不了 因為好像有些人出門一定不能帶幾個東西嘛 手機一定要帶嘛 如果手機沒帶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經歷過這種 手機沒帶的生活 一整天喔 你假如沒有帶手機的話 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試過 也許你可以嘗試看看 OK 應該會 非常的不一樣 更不要說啦 假如說 你是一個禮拜 甚至一個月 都不能用手機的話 那這樣會是怎麼樣的結果 OK 所以喔 其實為什麼 男生不喜歡當兵 其實有個很大的原因 因為在 軍隊裡面 不能用手機 OK 像我之前 我印象中 我好像蠻多年前 收到那個教招令 教招有沒有 那我教招要七天 就一般 之前是 五天是一般 就是一般兵 那因為我是軍官 所以我要七天 七天的話你想喔 我剛開始想說 七天我去裡面 休息 生養生 就不用 工作 然後可以在裡面 好好的放空 好像感覺不錯 但是我進去之後 第一天我就發現一個 不太習慣的地方 平常都有手機可以拿起來查資料 或者可以做一些其他的東西 就是看一些東西之類的 突然間手機會拿出來 因為在部隊裡面是不能用手機的 已經第一天已經 他不太 不太習慣了 但是有個優點 就是說因為 不用手機 變成你一定要找人家聊天 OK 所以在裡面 你會發現 所以當兵 你會發現男生很喜歡講當兵的事情 就是 認識很多人 因為沒有 沒有手機 所以你會跟別人做一些互動 這也是好處 對不對 所以哪一天 假如這個世界少了手機的話 會不會人跟人之間的關係又不一樣 你會發現 老一輩人會常講說 現在年輕人都變低頭主了 都不跟大人打招呼 然後變得比較沒禮貌 有沒有 當然就是這個時代的演變 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 所以像剛剛提到這個 VIRUS函數也是一樣很重要的地方 以後所有的 裝置都會產生資料 包含就剛剛講的半導體 OK 所以你會發現 像手機 那像那個 美國 大概 他們已經宣布了 就是2035年 2035 現在2022 13年之後 他們 完全 禁止 販售燃油車 也就是以後 在路上跑的 新車的話 一定只能是電動車 不能是加汽油的 2035 美國已經宣布了 但是其實在 北歐 其實像丹麥、瑞典 他們早就已經 實施了 可能 2025年 以後就永遠 就看不到 汽油車了 這個象徵什麼 老實不是也是車子嗎 不一樣 其實傳統的車子 當然也會有半導體的需求 可是電動車的半導體需求 更高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像特斯拉好了 你說它是一台車嗎 其實它重點是在 智慧 它是一台有智慧的車子 你看打開了 所有的控制都是 在那個 螢幕上面 有沒有就像一個 手機一樣 手機的控制 也都在螢幕上面 所以所有的東西 都跟半導體有關係 也就是 這台車 也會不斷產生資料 那當然背後也需要做一些 資料的處理 OK 所以這個當然相對的 如果你有這個概念的話 延伸出去其實就 會比較清楚一點 OK 那 這個部分的話 那 以上禮拜就是 我們把這個 查出來之後 向下填滿 按確定就OK了 然後把所有資料 很快就可以把它查出來 所以 這個前提就是你一定要有這個郵遞區號 的 這一個 表 那這個表怎麼來的 其實我上次 Sin有講過 你們可以再看前面的影片 如果你假設不太熟悉的話 我們是把這六個 六個範圍把它合併在一起 然後最後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一個 OK 這裡 就是變成像這樣子 有沒有 郵遞區號 然後縣市 行政區 類似像這樣子 總共三個藍位 那你說老師是不是一定要變這樣 沒辦法 因為Vero函數 它 就是要 這樣的一個表格 如果不是的話 很抱歉 沒辦法用 OK 這個也是 必須要知道的 那上個禮拜的話呢 最後我們其實 產生了這個 藍位之後 另外呢 當然最重要我們是希望說 知道哪一個縣市 用電量最高 所以後來其實我好像又 改了一個地方 上個禮拜的 再加上什麼 增加萬 萬度的藍位 然後 樞紐分析 有沒有 樞紐分析的話當然就是 增加一個樞紐分析 表 跟樞紐分析圖 最後就可以 用視覺的方式 得到那個最後的結果 就是說哪一個 用電最高 並且可以把像台中 高雄 有沒有可以把他拉出來 台南 前三名這個可以 把這個叫炸開 OK 那上面有個標題 就完成我們要的啦 所以後來我是在這邊增加一個藍位 就是在 累積應該是 這個好像當月 應該是 這個110年的 我其實在這邊插入一籃 這一籃的話 實際上就是 把它改成 一萬度 為什麼要改萬度 因為這個資料太大了 所以我把它等於 這邊改一個名稱 這邊叫萬度 如果以萬度為單位的話 就是等於什麼 等於 這個數字除以一萬就可以了 也就是 把它稍微縮小一點點 數字不要那麼大 不然的話計算結果會太龐大 好 OK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做完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什麼 插入樞紐分析表 來完成後面的動作 OK 這好像是 本年度的 跟110年度 當然你也可以拿其他年度 因為這個資料的話 其實它 它從104年之後都有啦 所以如果 你也可以統計一下 歷年來 到底哪 那個用電 是成長還是衰退 也許可以從這個上面的資料可以看出大概 OK 請各位也許先把那個上個禮拜的這個資料 再稍微 複習一下 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延伸 其實後面還可以再 看一下 因為我們的資料在雲端上面 GG.GG 後面記得是什麼呢 Digit ToEdit Edit Edit OK 然後呢 裡面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雲端白板上面 第一個單元 剛剛講的其實就在這邊 另外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最後想要做出來 其實甚至你也可以 做一個3D地圖 這個3D地圖的話 好處就是說 你會發現 如果你用用電比來看 它比較缺乏 這個 地理位置的 那個 概念 它只有比例部分 哪一個線是多 但是其實如果今天希望 可以把這個資料 直接呈現在哪裡 呈現在地圖上面的話 那相對的 看起來 會更直覺 為什麼因為你看哪個線你就大概知道 甚至這個3D地圖我覺得用在 哪一個範例其實蠻好 就是 那個人口 人口密度上面 你如果做3D地圖 你會馬上知道 哪個地方人多 哪個地方人少 所以這個也許待會我們再來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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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